机脚嘎啦的小防区啊 单单到这边宛木掏着98k NV持着小手枪 但还是目前捡到了新的冲锋枪的宛木 更胜一筹 但可是雪这里 准备打一个手枪的妖射 配合这队友的疑惑 这一个1897的伤害打满了 一瞬之间RC仅剩一人 最后清晨也补掉了前方的暗盒 那NV啊 可以说是刚才与RC贴脸的战斗当中 全身而退 已经是收获了四个淘汰 八个分数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嘴男孩怎么办呢 但是嘴男孩的枪械是要更好一点的 嘴男孩这边好像有一把野牛啊 QC的话它只有一个喷子 这不得不说NV这一手落地打的 实在是太过于精彩了 刚才是几乎与两队啊 贴脸混战的过程当中 拿手枪的拿手枪 用喷子的用喷子 分别收下了一队的三人 和嘴硬男孩的一人 自己却依然保留着满边啊 是 但是现在的话NV要进攻了 三人爆团 被原点架到一个吗 没有 但一这里倒在眼前 看看华尔的手枪能不能给出压力 是可是雪 命中头部放到了和群 是 一瞬之间的话 NV还在持续的拿分 嘴男孩 后点是有一个爆炸裂弓的 这NV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手枪打倒对手 栓居爆头补掉对手 这落地捡到的少有的几个枪械 可以说是各自精彩 都派上了用场 是 那反倒是海王月 四月这个位置 说实话想操作的话 有点难啊 因为NV他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爆团 虽然说他的枪是乱七八糟 对吧 但是人家协同就是打得很整齐 NV至少人均两杆枪啊 你看看海王月他的枪械是什么 一个DBS剩下一把镰刀 他准备有镰刀飞过去去爆NV的头吗 你还别说真有可能 NV确实有人没头 先喷一个 NV三人的一个极限 压力给足 这喷倒两个可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 是 就刚才NV那个距离 如果捏一个顺爆 可能NV就爆炸了 可他们就是落地架呀 实在是没什么物资 我没看错吧 这是什么鬼 帝王甘拉 真正的帝王甘拉 小璇走一步匍匐一步 这个有说法的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说少动静 是 有说法的 几乎听不到自己的一个声音 我的天哪 这是打算 Black是要围剿掉NV啊 我侧面看到了关键的一队 名club不会又要来中间的这个房区 滩浑水吧 先来看NV这里的信息 我也不知道Black是否有察觉到 其实NV是一人位少的 所以至少人数上 其实Black不占优 但是先用手雷放倒了 可是血 果然NV在这一个房区的混战当中啊 物资实在是太过于有限了 哪怕是浮起来以后 也没有足够的绷带和大包 能够把状态打起来 是 但是老白这边还有一颗手雷 哎呦 但是这个时候来了新的一类 是明 哎呦 这要是明不来的话 其实Black就要冲这个NV了 而这个楼梯口 能正面攻下来吗 明的16反倒是在侧面先行被反打了 而这一边 NV的来到一楼以后 这一手埋伏确实跟小璇 鱼死网破呢 没想到是后来的Black 先遭到了淘汰 是 而NV这里也是众人倒地啊 名战队在后方又跟宝宝巴士 打在一起了 宝巴士进点的三人 全部倒地 但是问题是 你金简的人倒地了 哪怕你后天还有队友也没用啊 这被浩浩 原水救不了近火呀 被浩浩美美的一个一个补掉了 而确实也是可以发现啊 一切来的是如此之快 我们当镜头聚焦到NV与Black的过程当中 似乎都刚才都没能来得及 察觉到宝宝巴士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是 灵悟这个时候也是磨的办法